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拿油来 油可不能剁 这个油这是炒 不是炸 炒这三样干的东西是不是 一个辣椒 一个麻椒 一个花椒 其实国区啊 倒口椒啊 就是两种 就是辣椒跟 串椒和这个 这麻椒是后来添上的 对 因为现在全有刺激 对吧 这个可别太热了 一糊就可就麻烦了 它就少了 少了 因为辣椒在大 它觉得多 实际上它 你看 油炸也别多了 多就是炸了 其实这个就是叫小火低温的油温的慢炒 然后油还不能多 它的目的就是用这种缓和的火力 先把这个干辣椒 麻椒和花椒成熟一下而已 炒熟了 并不一定要鸡香味 是吧 对 炒熟了 炒成熟的 然后待会是直接吃了吗 拿刀给斩碎 就裹在石台上了 对 这个您要把它炒到一个什么程度 就觉得行了 炒香了 炒成纸红色 好 行了 红辣椒已经变成深红色了 拿一碗来 拿一个碗 拿一个稍微大一点 我们把油撇出去 对 闻味道 我觉得确实像您说的 花椒的那个香气呢 闻起来是特别重 麻椒没有那么重 吃到嘴里的时候 我估计就不一样了 麻椒应该是在舌尖上给的感觉是第一 第一馅出来的 你看我们啊 倒到这上了 直接在案板上是吧 对 所以油不能多 油多了它也不香 下面的活就是叫刀口的活了 对 你看 拿着看 有的这儿也可以拿一个那个刀 就是旧 导药罐子那种 其实是现在的 国际旧是这么长的 在里面的吗 对 拿刀在案板上斩一下就行 对 刀口 刀口 嗯 话说现在我们的这个麻椒 花椒和辣椒也都已经被炒得挺脆了 你看 这么湿 嗯 水分都出去了 可香了 嗯 所以这个斩 因为是这种斩法嘛 它肯定不会说特别的均匀 对 但是我们要的就是这种 要的就是这种有点力的那种感觉 嗯 越细它越能抱住这个食材 对 要不然上不去味儿 你闻香香味出来了吧 嗯 出来了 刚才就已经出来了 行了 行了 刀口就要是这么来的 大家看 你闻香不香这味儿 这就已经成功了是吗 对 你闻得特别香 那我们 你这虾我们煸一点的了 别熟 好 别熟完把这些东西焯了 好吗 这个是怎么回事儿呢 干辣椒 干辣椒 那咱们没用啊 还没用呢 没到熟了呢 啊 后面还要用这个 对 看似简单 实际不简单 您的意思是虾下去的时候要油温高一点对吧 因为本来杂子那不杂子要油温高一点 嗯 咱皮一个本够了 嗯 然后一面变了色我们就给它们翻个面 所以待会儿只是给它爆个味儿 好 好的 熟了 虾炸完了 烫火 好 好 虾已经炸好了 好 该干嘛了 焯水 麻辣煎瓜 实际上叫麻辣大杂烩 就是有什么放什么 有什么放什么 但是 但是千万别放了叶 对对 咱俩说的一样 千万别放叶 嗯 嗯 我们在那个大排档吃到的其实意思也一样 对吧 一样 就是等于 二十多种 自选 嗯 当然一般都选七八种 但是它的那个比如说像什么 它备的这些料 海带丝啊什么的 也是被焯过水的对不对 对 它端上来的时候 它做之前 嗯 你不切好了吗 一个框 像这么大框 出了它这么点 它焯完水拿那料去炒 哦 知道吧 明白了 嗯 所以那个水烧好了以后 石大师先放了 比较难煮的 比如说这个粉条啊 宽粉条 宽粉条 细粉条都弄不了了 嗯 一炒就剥锅了 对 宽粉条 海带结啊 海带结啊 然后这个鱼丸 这鱼丸动它嘛对吧 所以根据它们的成熟度 然后但是一锅成熟对不对 一锅成熟 那青菜肯定最后香了 这也分着炒不麻烦了嘛 也对啊 嗯 那那可能啊 嗯 那最后是 我们现在放里这个 哎 腐竹和木耳先不放啊 这不是说一块吗 一块 放里这个 嗯 嗯 这个酱到底怎么用呢 为什么麻里成锅香 为什么 你看这些料 为什么卖的贵 嗯 你看这些料 是吧 是少一个都不行吗 少一个都不行 这两个酱也非得用吗 对 好 一个辣 两个辣 三个辣 四个辣 这个辣里面还有三个辣 所以是一个辣 两个辣 三个辣 怎么就算超过火 过火烂了就不行啊 正熟断生就行 别的炒呢 炒的时间会长吗 很短 就是爆一下汁 其实麻辣香瓜啊 嗯 刚刚炒完以后 搁在一锅里头 搁点小火 有点油慢慢刺着 现在都冲碗上了 明白了吧 我也觉得是嘛 叫什么什么锅 麻辣香锅炒完以后 对啊 搁在一个铁锅里头 把底下点燃火给锅上去 对啊 就是什么什么锅它肯定应该正在进行时啊 但是它现在它没有一个这么做的 全是可以碗里头 好 好 我们开始炒啊 好 开始了 好 这个要不要再给您控控水 等我等我 我还得控我 最后一个 葱切了大的粒 姜切了大的粒 蒜切了大的粒 对 这个是打底的 先搁哪个啊 先放入辣椒 麻椒 又放一遍啊 对 又放一遍啊 这三样不 辣椒 这刀口椒不是都做完了 咱里放 大家看这个过程啊 那么多食材得用比较多的油吧 等会儿实在是 灯笼椒跟干辣椒不是一回事 不是不是 你看啊 喝死多了啊 灯笼椒是鲜的辣椒是吗 这种干辣椒大 喝 喝 非得买这种不可是吧 嗯 边中三味啊 我脑子已经乱了 我待会儿从头数一遍 慢点啊 一个 两个 三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六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好 你看啊 嗯 姜 蒜 蒜 哎 葱这么早就算 对 你看啊 不会糊吗 不糊 你看 我还没用完 先煮香我啊 啊 我们先放了灯笼椒 然后编到 麻椒 花椒 深红色 就放了麻椒 花椒 又放了葱姜蒜 你看啊 现在到了 姜 辣酱 辣椒 花椒 都放完了哈 火锅底料 火锅底料 这个东西 它里头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呀 所以还是辣酱吗 还是辣酱 那干嘛 拿个香辣酱来 香辣酱 这个这个 好 那干嘛非得用两种啊 这油 有口味吗 你看 你看粘度了吧 嗯 粘了吧 酱一下去 它就开始粘了 对 鸡精 鸡精 它不硬割盐了啊 对 因为两样酱已经很咸了 再来一点糖 一点糖 少来啊 嗯 一点鲜 我们把这个 手忙脚乱 我怎么不手忙脚乱啊 我心里乱 你看 我们现在看见的已经是即将出锅的麻辣香锅了对不对 对 哎呀真是麻辣香锅是个炒菜真的是太颠覆了今天这个这个概念对我来说 现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抱上汁 对大家看见了吧 出锅了 出锅了 出锅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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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食材都是熟的虾我们炸过了所有的蔬菜和配料都已经是煮过了 拉这了吧 嗯 再放上刀口椒 最后出锅前放刀口椒是吧 对 这个不要太多了啊 最后是撒芝麻对吧 出锅以后撒 放上刀口椒 嗯 放上刀口椒 再来一点儿 放上刀口椒 放上芝麻 好 你看啊 你别说 还是挺好看的哈 还好吃呢 也好闻哈 对啊 吃辣的人也一定会觉得嗯 现在想从电视里面冲进来冲到我们现场来 我们这家常版的麻辣香锅做好了 受万千吃货追捧的家常版麻辣香锅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它的做法 一 锅中倒入少许油 温油放入干辣椒麻椒和花椒煸炒均匀 当辣椒变色出香后滤出 然后放在案板上用刀斩成细碎制成刀口椒 二 锅上火倒入少许油 放入虾煸熟备用 另起锅倒入水 先放入宽粉海带结和鱼丸 开锅后放入青笋 腐竹木耳超烫断生即可捞出 三 锅上火倒入油烧热 然后放入干灯笼椒和花椒煸炒出香 下入葱姜蒜翻炒均匀 倒入香辣酱火锅底料鸡精糖调味后 放入超烫好的菜炒至入味 最后加入刀口椒和白芝麻 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行了 家常版的麻辣香锅 实在是说的对 就算你们在家里学会了 还是会忍不住晚上出去吃也是 但是在家里吃毕竟还是放心一点 放心一点 比较干净 好 那我们就除了学一个麻辣香锅之外 再学个什么小窍门 我们这些人好吃 但是不懒做 天天挤囊 今天教大家制作一道家常经典美食 蒜蓉蒸茄子 您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长茄子 红尖椒 洋葱 酱油 做法很简单 一 锅中倒入少许底油 放入洋葱碎煸炒出香 然后盛出加入蒜蓉 酱油 盐 红椒碎搅拌均匀 二 茄子去头 改刀切成段 码在盘中 然后淋上调制好的酱料 放蒸锅中蒸制20分钟 美味诱人的蒜蓉蒸茄子就做好了 天天饮食夏季私厨获奖名单公布了 微信点赞第一就有十三香大礼包 马上开饭 等你来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 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饮食 经典菜品现在就送 即关网 微信 微博 三个方式下载 一贴一道德意菜 天天饮食夏季私厨客谈开奖啦 您选厨师 您选菜 明星也来凑热闹 大家好 我是郭涛 我是贾莲 我是小燕 袁天杰 我是曲颖 我是王迅 看看你和哪位明星大咖口味相投 扫描二维码 参与吃货学院大讨论 公报鸡丁 红烧猪蹄 鲜椒水煮鱼 各种各样的面我都爱吃 而且呢有时候我会喜欢吃辣 麻辣类的面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重庆小面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做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 王首宜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饮食 今天我们和于世青师傅协作一道好吃的 秘方特色的面食 对 我都迫不及待的赶快说出来 重庆小面 这是一道重庆家喻户晓的汤面 它面条筋道顺滑 汤料香气扑鼻 麻辣过瘾 味道浓厚 制作重庆小面需要准备的主料有 面条 辅料 高汤 青菜叶 花生碎 榨菜粒 调料有花椒粉 干辣椒 麻酱 熟猪油 菜籽油 花椒油等 我知道今天要学重庆小面 就在微信上给我的家人和朋友都发了 然后大家一致在第一时间给我回复的是一个表情 就是那个眼睛是心形 嘴里都是哈喇子的那个 对 表示馋死了的表情 但是说于叔父今天要给我们做了 让我们解禅行 让我们在家学我们 是不是很麻烦 行了 那今天我们就要解决这个很麻烦的问题 就是说可以不太麻烦 我们就是什么呀 重庆小面家庭制作 简单方便 而且好吃 好 现在火上已经在煮着 一锅高汤 一锅高汤 这重庆小面离不开好汤 这汤可以说跟辣椒油一样重要 是这个重庆小面里边的灵魂 所以它的灵魂是被切成两半 一半灵魂是高汤 一半灵魂是辣椒油 一半是白色的汤 一半是红色的辣椒油 因为重庆菜很讲究辣椒 是啊 它做出那红油的 那一定要是红亮红亮的 不像咱们北方这个炸辣椒是那种感觉 所以说它对这个辣椒油的制作呢 是非常讲究的 就是说这第一个要掌握好的步骤 就是辣椒油的制作 对 你看现在我空锅上火 我们第一步要制作什么呀 糊辣椒 等会 糊辣椒 是把它炸糊了的意思吗 我这么去理解这糊辣椒 这糊辣椒呢还是要经过一下火 经过火呢来给它那个简单的处理一下 让它有这种那个跟火接触的这种 火凉的感觉 没有完全糊的这种感觉 制作出来的辣椒 明白了 平常我们从油糊倒呢 是青色的 要浅一些的油 今天呢从碗里边倒 就是为了让您看清楚了 我们用的是菜籽油 为什么要用菜籽油 因为菜籽油 特有的这个清晰味 跟咱们有点辣椒 味道冲击在一起 再拿菜籽油 再回泼它的时候 那个香味才对呢才好呢 那您看正因为它是菜籽油 所以说它的烟气呢比较大 这会呢我把这个火呢给关了 关了把这烟呢稍微散一散 搅开中间把籽去掉的 纯辣椒放入锅中 我们为什么不要辣椒籽 是怕它乱吗 不是 因为它本身的辣椒籽在这里面吧 起不到什么香辣的作用 反而过一点呢 它就什么就苦了 哦 苦了 油温实际上降下来了 降下来了 是不是在凉油温的时候 把这个红辣椒放进去的 这个油温呢也不是很凉 整个过程呢我都没有开火 您看这辣椒呢 已经煸得有点脆了 也就是说油温其实就是 肯定不要高的 对 稍微烙一烙 就省得这辣椒皮很薄 一下搁进去糊了 糊掉了 然后这会呢 我们再把火呢打到很小的地步 进行煸炒 现在这种味道就是糊辣椒的味道 有一点点糊香的味道 其实就是我理解 不是真的要把它弄糊 而是要把它的水汽多煸出去一点 就够了 煸干 对 好 到这会儿倒在案板上 好 散一散热气 然后再拿一根擀棉棍 哦 把它擀碎制成什么呀 制成辣椒面 嗯 好香哦 好香就是这个糊辣椒的这个味道 再拿擀棉棍 直接把它给擀碎 嗯 擀到多碎呢 就给它擀碎就可以了 就像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哦 对 之所以拿菜籽油 这么稍微煸它一样 它就香气上来了 嗯 还是要捏的尽量碎一点 是不是 哦 对 这么着吃起来更精细一点 我拿个碗给您盛是不是 行嘞 如果我们家里边有粉碎鸡 您又喜欢吃辣椒 您不妨就做出了一斤辣椒 这个辣椒油做出来擀上一星期以后 色泽红亮红亮的 而且味道特别的香 哦就是一次做多点擀着黑一直用 对 满屋飘香 这个辣椒面就是擀到这个程度就行 留一些大的碎片 是为了保留一点这样的口感是吧 不是 因为这大的碎片我实在擀不碎了 能这么着了 明白了 不用那么碎 对 你看到这会儿呢 我们还是拿菜籽油倒入锅中 油量呢 比刚才那要大好几倍 因为我们要炸辣椒油 嗯 现在我们等于是把菜籽油加热 还是跟刚才一样放放烟气 哦 加热到一定程度之后来泼这个胡辣椒 实际上就跟那个油泼辣子的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对 油锅热了关火 辣椒的炸辣椒油啊 不管我们是炸整个的辣椒 还是说炸辣椒粉 还是我们今天这种擀碎的辣椒 辣椒皮很薄 嗯 在炸的时候呢 你试着不来 这么着就炸不糊了 哦 千万别哗一下端着锅往里倒啊 对 您看呢这个油温呢就合适 嗯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完全放了 假如说油温有点过看看 就 就亮一点 放一放啊 对 然后再往里点点的浇进去 嗯 好嘞 但油温不够是肯定是非常不理想的 因为那样的话筋出香气 到这会儿我们把这个 辣椒油做好了 辣椒油搁一边 嗯 现在呢就剩下什么呀 也是很重要的环节 嗯 因为小面呢靠的是调整 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用料 行嘞 来你看我们摆在这个案子上的这些调料啊 可以说是呢比较琳琅满目 而且也是 差不多有十种 而且呢 这还是减了量的 这对 这还是做了简化的是不是 对 像雪纯类级别的一看呢就晕了 你也甭晕 你看我手里呢有一汤匙 嗯 我把这种的那个调料呢肯定按这个量 量化了 正正您做出来呢 那个都八九不离十了 好这个碗汁的时候 您老子一定有什么印象 嗯 重庆小面是麻辣口 嗯 所以说呢要找它这麻辣味道 嗯 麻辣 麻辣口 一汤匙 是拿这个叫花椒炸出来的 炸出来的 嗯 虽然有麻油了 少来一点点花椒粉 花椒粉 嗯 花椒粉的味道呢跟这麻油呢它是不一样的 麻油呢是油 它是飘在这个汤的表面的 嗯 嗯 这麻椒粉呢是会增加这个碗汁的麻味 嗯 所以说麻油跟花椒粉都放一点 嗯 今天我们做的重庆小面呢是家庭版的 嗯 这么呢我们给它呢带上少许的酱油 哦 为什么要强调家庭版要带上酱油呢 哦 因为有的那个重庆小面人是不加酱油 有的是加酱油 所以做法不一样 这么着我们给它呢来少许的酱油 调一下这个汁的这个颜色 颜色 就用普通的酱油就可以 用什么老抽生抽这类吗 就不要用老抽 其他的普通酱油就可以 或者是黄豆酱油就可以 明白了 好了到这会呢蒜汁少不了 蒜汁呢是两勺 蒜汁的这个制作就是 把蒜搅成末 对拍碎了 倒成末以后 给倒成末加水 一点水泡上 你看我们现在这碗汁里边有这个 麻酱 麻酱 麻油 两勺 麻油一勺少许的花椒粉 花椒粉 然后两勺蒜汁 两勺蒜汁 剩下就是我们这个胡辣椒 还加了一勺酱油 对 剩下就是我们这个麻辣小面嘛 哪能离得开辣呀 我们做的这个香喷喷的辣椒油 对 这煮灵魂搅多少合适 如果您喜欢吃辣椒 就像我这么一大勺是没问题的 但是最后一呢 还有这个红油 嗯 这稍微淋上一点 好 实验搅的不够辣的 对 所有的调味呢 基础调味我们都调完了 啊这就完了 基础调味都调完了 剩下就是什么呀 剩下就是我们直接 往这面碗里边放的这种 风味 风味 风味类的东西 嗯 你看有花生碎 嗯 有这个榨菜 嗯 有这个 葱花 葱花 所以基础调味是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 基础调味有七样 嗯 还有一样保留我们不说 现在呢 小面呢得先煮面 我们先做锅 现在我们先煮面是不是 对 来倒开水 来面拿过来 面条我们选什么面呢 今天呢 就是随意了 就家庭做小面嘛 有什么面都行 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 只要是外边买的面 或者是手擀的面 都没问题 好 好 锅开以后 所以面条没有过多的要求 下煮面条 煮面 不管是什么面 锅开 下面条 这会儿呢 您别下面就搅它 为什么面条还是生的呢 当刚淤 遇到水的时候 它容易舌 用筷子像我这样 从底下插动 哦 别忙着拿筷子 把它打散的那种 对 只要它不沉底 就没问题 它把四边松动以后 中间再松动 等它软了 再拿筷子打一打 对对对 然后这会儿呢 它就不容易扒底 如果是在外面买的切面 有的时候它也会 如果一下水 不把它打散 它有时候真的会 黏在一起结团 像这种 买回来的切面 直接搁在案板上 抖了抖了 先事先把它打开一点 抖散 然后呢如果要是切面呢 多多少少带点面粉 是 面粉也抖了下来了 面团也松散了 再锅里煮 先把它打散再往里放 别那么整整齐齐一团 给放进去 对 来说话期间 差不多一分钟左右 面条熟了 它随着这水的翻的程度 已经开始这么上下飘动 就熟了 对 来 光火 这个雪橙一直问我 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这勺猪油 增香的猪油 我刚才以为是鸡油 以为是鸡油 看样子对 就是要一勺荤油对不对 对 然后少许的榨菜粒 把我们调的这个碗汁搅开 是这样的 对 盛里边 之后 浇汤 我们煮着这锅勾汤 勾汤 这一直小会儿围着 我们给它关火 关火 拿这个汤 来漆这个碗 汁 如果没有高汤呢 我们直接用水呢 也可以 好 这也是家庭版 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对 肺好高汤的话 就用水 碗汁做好之后 将面条搂入 好 将面条卷起来 放入 你看鱼师傅 成面条的这个 滴水不漏 您家里边 直接把面条搁里边 就成了 嗯 整天放入之后呢 小的香葱 汤漆一下也成 像我这直接撒上也成 嗯 青菜 搁这个水里边 收一烫就成 烫一下就行了 如果有温豆筋 用温豆筋呢 就更好 好 来 行 这碗家庭版的 重庆小面 就制作好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 嗯 你肯定会说 我要是去馆子里吃呢 可能 因为今天鱼师傅说了 虽然是用了这么多料 但还不是全部 是简易版的 可能会比这个味道足 但是说实话 在家里能做出这么一碗小面来 已经很地道了 你们家肯定也就快门庭若市了 对 但最后再问问 它为什么就叫个小面呢 这明明就是挺复杂的一个面 怎么把它说得这么轻呢 因为这个重庆小面吧 是人家一个什么呀 地方的一方言 嗯 但凡是 实际上它指的是什么呀 就是一碗素面而已 没有什么 非常简单的一碗素面 嗯 我觉得最后最后 加个花生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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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更香 行行行 最后最后真吃的时候 可以搁点炸好的花生菜啊 对啊 花生米啊芝麻啊 全都随意 对啊 这碗就别搁了 这道麻辣过瘾 味道浓厚的重庆小面 是这么制作的 第一 菜籽油上锅烧热后 煸炒干辣椒 炒香后 倒在案板上 用擀棉杖碾碎 盛在碗中 泼入热菜籽油 成为辣椒油 第二 容器中一次倒入两勺麻酱 一勺麻油 一小撮花椒粉 一勺酱油 两勺蒜汁 一勺辣椒油 调成碗汁 第三 另取一碗 放一勺熟猪油 少许榨菜粒 调入碗汁 漆上高汤 放入煮熟的面条 撒小香葱 和超过水的小青菜 即可端上餐桌 那我们学做小面了 今天这个很让人兴奋 然后再做个小菜 对吧 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 我们好吃 可是我们不懒做 每餐饭都喝点粥 是特别实在的养生方法 喝粥就咸菜 这是最绝配的组合 但如何能让咸菜更香更美味 那还是需要花一些小心思的 天天井囊 今天就教大家制作一道 别具风味的爽口小咸菜 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咸菜 红油 白醋 酱油 糖和盐 做法是 1. 咸菜洗净切丝 放入容器中 倒入清水 加少许白醋 浸泡30分钟 捞出沥干水分备用 2. 取一个小碗 加白糖 盐 白醋 酱油 红油和鸡精 调成酸辣汁 3. 将酸辣汁倒入咸菜丝上 搅拌均匀即可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 有网首例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饮食经典菜谱 现在就送 点击官网 微信微博 三个方式下载 一天一道得益菜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 欢迎您收看由王手艺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饮食 今天我们请到了区号区哪士 给我们做一道夏天必备的美味 十三香小龙虾 这是时下穿梭于街头巷尾最流行的美味小龙虾 它香味扑鼻 诱人食欲 麻辣鲜香 令人欲罢不能 之后余味不觉 叫人无法忘记 需要准备的主料有 小龙虾 辅料有 姜蒜 青椒 洋葱 香菜 调料有 红油豆瓣酱 辣椒酱 香辣酱 海鲜酱 蚝油 十三香 菜籽油 生抽 老抽 啤酒等 说到小龙虾 咱也先说这小龙虾 对 这到底该怎么挑呢 这个一般选个儿大的 体重的 比较活 你看它活动力很强的 要这种 爪子乱动的是吗 对 别闹着都不爱动魂了 不新鲜了 是吧 你看这个小龙虾 我们拿起来 首先在水里 先洗一洗它 是吧 洗一洗 就是它底下有些 像这底下有些脏东西 我们站着这个小鸭刷刷 刷一刷把脏东西给它萃去 是吧 刷一刷 这样就相对说干净一些 你看没有 那你刷它 它不会咬你吗 是 你得拿住了 拿后边 你别拿前面 拿前面不就弄你了吗 是吧 就拿住那个头和身的接口 接口说 对 拿住它 它就痛不了了 你看一刷 刷美了 不动魂了 你看这就跟洗澡上了 洗美了 它其实还挺舒服的 对 挺舒服的 好 这是先 你看还动魂着 这是我们就要先什么 先洗洗它 然后洗完之后 我们再处理一下 就是去掉它的使线 你看 这后边它不是这个尾巴吗 两边一个 拿它中间这个 中间那拿起来呢 稍微一拧它 往外一撑 这个下线就出来了 轻轻地我一拿 这一蹬 这就出来了 看见没有 我们拿剪子 从它这个后背这儿 给它搅开了 把壳给剪开了 剪开了 这个便于什么 便于成熟便于入味 是这么一个意思 是吧 你看这尾巴 中间这个小扇 这两边别动它 拿中间这扇 中间这拿完之后呢 轻轻拧 可以一下 拧一下 然后一拽 对 一拽就出来了 轻轻地拧 然后慢慢地拽 你看这线就拉出来了 这个不会拽的段是吧 不会拽的段 就轻轻的 你来一个 我试一下 拿着后背 然后拧 头和腰接腿 接腿 把这个 中间这扇 拧它 拧完了 慢慢慢慢地 一点点沉 轻轻往处去拉 拉 使点劲 不是轻轻的吗 使点劲 出来了 慢慢地 它这个轻轻地往处拉之前 还是得使点劲 把那给凳断的 对 所以这个其实并不难 是啊 在家可以处理 对 对 然后呢 我们来把这些 蹬出去 然后拿剪子呢 我们从后背呢 给它破开 这儿 轻轻脚 把它后背的壳给剪开 剪开开 这样便于它入味 便于它成熟 给它嚼断 头上的壳给剪开 剪开了 这样呢我们都给它这儿统一 都加工了 好 把水倒了 好 都加工完了 洗干净了 也把它的所有都破开了 也把它这个里边的 后边的虾线也拔出来了 那之后该怎么做呢 割里头我们备用了 我们要把这个 斩干净了 不能让它带水气 斩干净 对 斩干净是什么意思 就把它的水分给吸了 把水分给吸出去 对 就是给它一定要擦干净了 不能让它带那么多水气 对吧 这个是为什么呢 洗完澡了也擦干净了 一会儿我们炒的时候 不让它那么多水气 不让它崩 不是崩 但是它那个这些味 会降低它这些味道 吸收味道的 对 这样呢 把容器擦干净 再给它放进去 好 这小龙虾 我们就加工处理好了 处理完了 下面呢 我们把这些 炒这菜的一些小料 我们给它切一切 好 这些东西我们统一呢 切成条 都切成一个形状 对 洋葱呢也切成条 咱们这个辣椒用的是那种 辣的还是那种甜椒啊 就是甜椒也可以 姜呢我们也是给它片成片 之后切丝 对 切成条也行了 行 量大一点 蒜呢也是轻轻一拍 就切了 能出味儿 这就不用切了 不切了 别拍 拍完见你一身 是吧 所以我们就轻轻地压下它就可以了 它不是为了味道不拍 对 能出味儿 是吧 一拍完之后 一炒它的味道容易出来 嗯 来 加工的东西 刀工处理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处理完了 是吧 搁到这儿了 今天呢咱们来调 烹制这小龙虾的这个酱 嗯 首先呢咱们这个 红楼豆瓣酱 是煮旋律了 是吧 是要放最多吗 它是最多的了 是吧 这个多点 放了两大勺 一大勺 香辣酱 就少来点了 一勺左右 一勺左右 这普通的辣椒酱呢 这我们也是 一小勺海鲜酱 海鲜酱 对 也是来一勺 来一勺 蚝油 来一勺 这么多的复合酱料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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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来这个了 十三香了 这加多少 来一个多半勺 多半勺 就切了 这个中呢我们要给它调匀了 咱们这用了特别多的复合酱料吃 对 各有各的香味 那这样的话到最后出来呈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 你做不懂吗 要鲜的有鲜的 要辣的有辣的 要麻的有麻的 这混合味道 它就比单一味道就强了 好 我们这些呢 基本加工处理完了 那我们下一步呢 就开始要正式烹调了 先编一编这小龙虾 今儿放的油有点不同了 我们放的什么 放的是菜籽油 今儿咱们放菜籽油 因为这道菜是川菜 川菜呢离不开菜籽油 你一定要用菜籽油 它做出有它特殊的香味 那其他豆油之类的不行吗 对 一般川菜不吃豆油了 要你试试 这个菜籽油比较多 这个菜籽油的特点呢 就是它一定得充分加热 你不充分加热以后呢 你吃一种豆腥味 那么在家里头做呢 也是先把油温呢升高了 把这油呢充分耗一耗 耗到什么时候 它有点冒烟了 冒烟了 证明它七八成了 把它真正的就是耗熟了 熟了以后呢 搁在一边慢慢放凉 我们再炒菜 现在你看有点冒烟了 冒烟小烟 对了我们就开始给它关火 让它凉一凉 这个时候隔个几分钟 让它凉一凉了 温度降下来了 那我们再炒这小龙虾 好 好 翻过均匀 开火 小龙虾一炒就油亮油亮的 对 边边它的水气 它有点那个干香的味道 把那水气挥发一下 用油煸一煸它 咱们这个小龙虾好像不像一般虾处理的一样 因为做虾都得提前稍微腌一下 这个呢 因为龙虾它带壳 带壳你腌它呢 这个也不容易入味 也很难入味 对对对 你看给它炒到有点红色了 是吧 而且这个水气挥发的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放在容器内备用 盛出来 盛出来 这个时候小龙虾熟了吗 还没熟呢 还没熟 相当于简单过个油 过个油 去一下的腥味 让它有点干香的味道 这个时候熟回火 再来点菜籽油 然后我们再把这些小料放下去 好 葱姜蒜 还有辣椒 来辣椒我放下去 小火 小火慢慢给它煸香了 别用大火 大火就很容易糊了 是吧 小火煸香 煸香 大概煸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味道出来了 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了 对 表面有点焦黄 一点点变黄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放入这个 小龙虾辣椒 这得放多少 你看根据这多少 你看我们再放个两三勺 可以了 可以了 然后再放入这个 小龙虾 小龙虾 这虾酱在底下 多炒一炒 在底下晃晃 让它融为一体 你炒的时候 不需要把火稍微关小一点吗 没有 这个是中小火 现在就中小火 哦 这个时候 我们再开始 放入什么呀 放入这个啤酒 放啤酒 放啤酒 这是怎么个做法呢 这个呢 啤酒更便于它成熟 我们再加一点点老抽 老抽呢 是为它这个颜色更厚重点 是吧 再来点生抽呢 让它入点基本的鲜味 看您是老抽放了一勺 生抽放了两勺 对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加一点点水 这时候开始加水了 对 加水 要炖吗 要焖一焖它 焖一下 对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提一点点盐 盐呢是定海参针 要把它这个味道 给它往上拔一拔 最后再来点糖 一般做海鲜都加糖 一点点 因为什么呢 这里有那个辣椒啊 或者是什么泡椒啊 它都会有一些辣和酸 加点糖呢 是为它的味道更融合 调个味儿 这味道融合了 最后我们再来点这个鸡精 提点馅 不要多 来点提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烧制的时候 把香菜放下去 这你也不需要撕一撕吗 不撕 整根的 整根的闷闷它 让它便于它入味 把香菜的味道给它弄出来 闷闷它 你看这加了大火烧开了 我们改用小火闷制 烧开就是说它完全有气泡了 开气泡了 开着锅呢是吧 烧小火 然后我们加盖焖至 那这得焖多长时间啊 焖个五分钟就熟了 焖五分钟 因为这个小龙虾呢 因为它后背给它开开了 刚开始又油煸了一遍了 是吧 然后再加这些酱啊料啊 再一炒 它基本上就熟了 焖焖它呢 就让它便于更入味 咱为啥要炒两遍呢 第一遍呢 我跟你说了 关键是为了去它的水汽 去龙虾自身的这个腥气 对 给它走出去 走出去 第二遍呢是真正的要入味了 然后入味了 您这又炒又闷呢 会不会老了呀 那不会 因为这个虾肉里头 它含的水分很多 而且我们的时间呢 也不是很长 是吧 闷了三五分钟 就齐了 最后淋出锅了 我们再把切点青椒 我们再给它放下去 做一点缀 这青椒条 辣椒条 你做 这主要是为了好看的是吧 提提色 而且呢它还能有一种 这种青椒的清香 嗯 最后出锅的时候 拿点点香油 再来香油 来点点香油 一般做海鲜 好像不怎么放香油啊 哎 因为我这个 麻了 这个十三香 这个小龙虾 它是一个混合的味道 而且呢 这个香料味很浓 香料跟香油搭配起来 哎呦 那就太好吃了 是吧 您说的我这口水都吃不住了 把这味给它挂匀了 是吧 翻裹均匀 您看它 红红亮亮 浓汁赤酱 吃完了满嘴流香啊 关火 出锅 走 出锅喽 好嘞 嘿 你看这香菜的味道也出来了 真不错 哎呦 你看看 而且这个小龙虾这麦香啊 这比外面的看着还有好餐多呢 您吃着放心啊 颜色也是特别好 哎 这道呢 十三香小龙虾都好了 这个十三香啊 它里面呢 其实是很多种 这十三香呢 对 您总说这十三香 我就在想十三香都哪些香 香很多了 这是厂子秘密 咱不能跟人瞎聊啊 但是里头肯定有 丁香 豆蔻 沙仁 大皮 桂皮 大料 花椒 这些东西是常备的 不说不说都说不说 人家之所以难 难的就是 他们之间的配比很关键 对吧 就算把这个材料都给你 也不见能配得出来 关键这个配方很关键 你不知道各占多少克 出来这香味 才达到人十三香的感觉 是吧 十三香 十三香小龙虾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 第一 小龙虾浸泡水中 用牙刷将腹部刷干净 从尾部抽取出虾线 将背部剪开 用毛巾吸干水分备用 第二 用红油豆瓣酱 香辣酱 辣椒酱 海鲜酱 蚝油和十三香 一起调成自制小龙虾酱 锅中倒入菜籽油 烧热后降温 倒入小龙虾 煸炒到壳变红 捞出备用 第三 锅中再次倒入菜籽油 加入姜蒜 洋葱 青椒 炒香后 倒小龙虾酱和小龙虾 煸炒片刻 淋啤酒 老抽 生抽 少量清水 放入盐 白糖 鸡精和香菜 大火烧开 小火焖炙五分钟 出锅前撒青椒 淋香油即可 设自己在家做这么一盘 开两份啤酒 夏天过得多美啊 说了我都想喝了都 再一会儿来两杯 好 好了 我们好吃但是不懒做 一会儿请去大师给我们做一个锦囊 来看一下 这是一款猕猴桃和梨子的综合果汁 它全部保留了水果的清香 在夏秋交替的季节 来上这么一杯清爽的果汁 不仅补充足量的维生素 而且提神醒脑 给您一天的好心情 制作猕猴桃雪梨汁 需要准备的食材有 猕猴桃 雪梨 柠檬 冰块 做法是 一 猕猴桃剥皮后切成块 梨子去皮和果盒切成块 柠檬去皮切成片 二 将三种食材放入搅拌机中 加适量纯净水 榨成汁 三 根据个人喜好 在容器中添加冰块 倒入炸好的果汁即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